Hello 大家好 我叫Kenjiu 你可以叫我肯思雨哥 北米外列跟我走 好的 今天的主题呢 就是我们想讲的就是关于无线麦克风 不理大大小小 大型拍摄 小型拍摄 或者是某些广告拍摄之类 无线麦的这个重要性 超重要的 它可以藏在我们各个不同的地方 例如呢 很久以前呢 可能拍摄我们就可能 常在头发啊 常在衣服啊 总之它就是一个无线麦的强项力啦 这个就是 而且我们一般拍摄呢 我们都会 我一般大型或小型制作呢 都会使用 叫做Sensor Mic 大概都很多人都会运用它的 就是大概是这一个 对 这样大致上呢 都是用着这个牌子 无可否认它收的音质 都会比较好一些 这样它要看你配用的 条麦克风的一个线 这种机器的 Transmitter都会比较好一点 它的一个的价钱售卖呢 大概是 就是平均的价钱都大概是两千多吧 但它问题是 它需要一直换大量的电池 它需要无限量的换电池 电池呢 是额外买的 每当你拍摄 你就可能要买一大串的电池 所以就有一些人呢 就在一脚 买了一整箱的电池 就是每一个的这种锁的点啊 都会断这种 这种头呢 所以变成Sansom麦的头是超容易断的 X3就可能额外卖这种挖压这种东西 当然呢 现在的市场的供应需求呢 开始越来越多了 可能会出现了Virus Go的这种麦 Go麦的出现呢 很多的影片创作者都开始慢慢的用着这个 Virus Go这个麦了 便宜吧 因为必定它的价钱可能维持在 一出售的价钱是维持在 1000块到900多 800之类的 是Root麦出的 就是这种Virus Go Root麦出的 这样它这种呢 就可能有一个不方便 它的不方便呢 它需要夹在衣服的 变得它可能会有点有点太过大 躲了就变得不好看 比较又便宜 但又方便 收音又好的一个机器 毕竟Sensor麦它可能又大快 所以当拍摄的时候呢 它可能会塞进裤带啊 或者某些地方呢 会变得很胡乱糕 你不能讲它完全这个的音量 会好过Sensor 这种的价钱还是在维持在1000多以内 市场上还有很多的牌子 可能更加便宜的 就是Sermoney 它不是一个很100% 收得很比Sensor来的强 但它不需要购买任何的电池 它只是需要配用的TAPC来charge电的 当天晚上有Charge电 可能在你休息的时候 ChargeTime系的时候 它其实是蛮耐用的 像我们今天呢 我们要开箱的是 就是WIRUS GO 2 也就是它的第二代啦 就是我们就会 今天我们就会开箱 这一个WIRUS GO 2 Root Mic的第二款 有很多的访问 可能不是一个人拍摄 可能是需要两个人拍摄 但是没有可能它需要买两Set 这个东西 这样因为它必定是一个对一个的 只有一Set 这样它这一个Transmitter 分成两个麦 这个东西这个做法 可能方便了一点 但是至于音量好不好 我们就今天来测试一下 它给了你一个袋 可能WIRUS GO的 这样小个袋 跟这个这样大个袋 然后还有Wire 这种线之类的 然后最主要的就是 就是它有这种配件 可能小小个的 就它有配用这种 然后过后 Touch Gel这样子挂住嘛 就可能我刚才讲了很多 个人我就去买了一个 这种Lavelian Go 所以这种东西呢 它可以变成了 这种一种绳子 可能就可以让你方便一点 也让你拍摄的时候 可能简单一些 对 然后我买了两个 这一种一个的价钱呢 大概维持在 270-280 之类的这个价钱吧 这样WIRUS GO 2的市场价呢 大概维持在1200-1300 Go One的这个第一代呢 可能现在跌了价 可能维持在700块钱到800块钱 方便简单 但是如果你不要求好 就先要求有先吧 好的 现在呢 我现在用的是 Sansom Mic 再加上Lavel Go 12345678911 Hello 这是Virus Go Root Mic第一代的声音 12345678910 Virus Go第一代 加上Lavel Go的声音 12345678910 由于呢 在这Virus Go 2的影片呢 找到有少许的声音的破坏 所以影片的那个声音 是有点不准的 所以这次我们重新再路过 Virus Go 2 Mic的Test Mic Virus Go 2 Mic 没有加任何东西 12345678 这个就是Virus 2 Go Mic的第二代的 加了Lavel Go Mic的声音 12345678 好的 在影片最后的总结呢 Virus Go 2 Mic 对我而言 你的声音不能和Sansom来做对比 Sansom是一个可能比较偏职业性的用法去运用它 就是它可能的就是收所谓的Receiver 跟Transmitter 这个东西它可能做的比较好 所以你不能拿一个这么小的东西来做一个比较 但是它的花费就在于它的电池真的是需要耗很大的电量 像你现在Virus Go 2 Mic呢 它用了Top-C的这个做法 一般来讲呢 如果我开着的话呢 大概是可以维持到4个小时 这是Virus Go Mic做的蛮不错的方法 就是你可以这个没有电 这样你就可以用第二个来去充电 做一个替补吧 这样Virus Go第一代的时候呢 它没有做到这个东西 因为必定它有没有电 它就要去充电了 那这种有可能有一个不好 就是因为必定哦 你用Top-C哦 充充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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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它的电池的那个电板 就可能会很容易坏 换一个 可能我余它的价钱是百多两百块 如果再加上运费 可能我觉得应该是运费那边会过贵 这样如果你换了过后呢 这样你倒步可能会有人觉得 这样你不如去买新的一个 这可能就变得这种东西 可能就变得不环保 里面的我没记错 它好像里面有一个叫所谓的录音功能 所以这个东西呢 我可能会在下个影片 再讲解一下这个录音功能的东西 然后简单方便哦 不需要购买很多的电池量 至于它的声音好不好 这个就是我现在用着的 Virus Go to Mic的声音 大家觉得好不好 就大家去评语吧 这样Sansom Mic对我而言 它无可否认 它的Transmitter跟Resilver这个东西 可能做得很好 必定还是一个老牌子嘛 就它有两个最不好的地方 第一 它的这个Wire特别容易坏 第二就是它很耗电力 只有这两样东西 而且第三 我就讲买它特别大高 它可能要放很大个 放在它的裤子裤带 这样子导致它的裤带偏重 所以这个东西就它的不好 必定这个市场上已经开始 慢慢已经很多人去用了这么小的录音器 所以我觉得Sansom这种老牌子的收音 我觉得它应该会过不久 它也会类似出这一种这样小个 让可能更多的影片创作者去运用 我额外再买了一个盒子 这种卖在里面的 去的时候可能方便吧 所以必定你也可以保护好它 老味乐的这个东西呢 其实你要你们大家记得 你们买的时候你们千万不要买错 因为我记得我有一段时期呢 我买错 就是它我们会有雇这个两个 两个头的这个东西 记得你要跟买家说 你要运用这种东西的话 你要记得跟买家讲 哦我是插在WIRUS GO的 不然的话它会给你用手机的 所以你要记得你要去问 卖家这一个东西用处 不然的话买错就不好了 好的 今天的无限开卖呢 这个影片呢就已经到这边了 对你接下来 如果你想往影片创作 那一个路去走的呢 也真的是希望这个影片可以帮到你 如果有机会 下个影片再见